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那昨天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昨天NC狂送了東西 那不管世界頻密語或是盟友跟 巴哈都在問我 到底有沒有抽到紅便 答案是沒有 一開始只是以為他們送了一點 想說就直接抽掉了 沒想到一直送一直送 那我就一直抽一直抽 結果最後的戰機 是兩個紅盤 都是藍的 一個藍便 一個藍娃 那大家還記得我上次直播的時候 還有剩這個狂暴卷軸嗎 我直接去製作了 兩張藍便 然後合成 還是失敗 所以我是覺得 真的是很難抽啊 那一堆工作室都有紅便了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好啦 在正式開始聊之前 請大家先不要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會出更多天堂W情報級攻略 好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先講到 昨天的直播是 配合這個 他們韓國 跟鬥牛犬一起做直播 官方跟他一起直播 釋出一些消息 還有送了一堆東西 總共送了 除了那些抽卡之外呢 我們 又拿到這個 住屋捲 住屋捲超級缺 他們簽到 不送 現在才送 還有住房捲 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些屬性石就比較還好 之後做武器拿來點 記得這個 屬性石是有時間限制的喔 接著 通用藍布 兩張 我最近才把這個 飾品 給補了 項鍊跟兩個利戒 我都已經補齊了 最可怕的是 經練這些屬性石 我原本想說都塞防禦 結果防禦超難點 這個 項鍊 我幾顆就點到了 很幸運 但是那戒指我花了 50顆以上 全部都 失敗 點不到 因為 這些稀有屬性 經練的機率都是1%而已 所以超級低 我點了50顆沒中 後來我才改用紅色的 火屬的 去點 那一個點到命中 一個點到PVP 增傷 所以我最近花了錢 補了 結果他們現在才送 所以 我也在思考 通用藍布 我可能拿來做 腰帶 耳環我再考慮一下 那武器的部分呢 牽到的藍布 我會建議 有打算 要買狂襲的騎士 可以去做 迷索力大劍 我自己也是要做 迷索力大劍 迷索力大劍 他有不死加成 有最佳傷害1 也是不壞刀 所以他是 練功最好用的刀 再來 打架 還是可以用 打架當然是血色比較好 但是血色沒有不死加成 你去龍肩 傷害就會少 雖然他的基礎 傷害的上限 比較高 但是他是1到25 在跳的 1到24在跳 但是這裡 加一個不死傷害 我是覺得 1到30 這個練起來會比較好用 那你如果血色只是拿來損打架 我是建議 如果只能選一把 選迷索力大劍 那你通用藍布的話 也是可以拿來做血色 兩把切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 通用藍布去做飾品 因為飾品非常的貴 我這邊鄉下服 算便宜的 但是一顆力戒 也要大概8000鑽左右 項鍊也差不多 那藍金水的部分呢 昨天 一公告 馬上被 吵架吵翻天 建議大家 再忍一陣子 再去拉 現在比較貴 那也跟大家預告喔 明天應該就可以 拿到狂襲了 就可以 開始雙手劍了 但是 我要等這個武器藍布 所以 要在幾天的時間 那這個 技能商店的友好度 我也快到達了 所以大概 過個兩三天 我就可以開始拿 雙手劍 拿狂襲 再拿 尖刺盔甲 傷害就會 提升蠻多的 昨天也有送到 這個 紅巫卷 跟紅防卷的這個 部分 這兩個呢 我是建議大家能留就把他留下來 以後 有機會 拿到這個 紅武 紅防 到時候就可以拿來以防萬一喔 如果沒點過 還有一次機會 那如果你覺得你 玩天堂 W這輩子 不會拿到紅色裝備 那你就把他花在藍色吧 那我自己是覺得 至少武器 之後要搞把紅的 裝備藍的 加的更高CP值 其實還不錯 比如說五官系列 搞到加8加9 之後應該是會比較便宜 那 武器 還是要紅的比較強一點 那我應該是 米索利大劍先頂著用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昨天的直播 到底公告了些什麼 天堂W官網 到現在都沒有 中文的一個資訊 我覺得是蠻誇張的 再加上 因為直播都是韓文 所以昨天很多人 沒有拿到獎勵喔 因為獎勵只有 7點開始發 只有 幾小時的時間可以拿 很多人還在排隊 還在上班 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有點忽略台灣玩家喔 那領的實線又那麼短 很多人沒領到很可惜喔 那現在還沒有中文版的公告 我是覺得 會讓台灣玩家有點不舒服 那不過 巴哈有人 快速了 翻譯了一下 圖文 那我就帶大家來 看一下吧 那巴哈有人整理出了 昨天的一些資訊喔 那我有 曾得作者的同意 感謝恩恩 好的分享 那麼這邊就簡單講到 第一次改版是雅丁 工程 第二次改版則是夢導樂園 第三次是 奧塔喔 黑妖還在做平衡 不過快了 還在雅丁之後 喔 保底有在討論中 辛子變 出來後會激進嗎 還要等到辛子變出啊 保底早該有了吧 我們看到第一張圖片喔 祝福伺服器 PVP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會激活這個buff 那村莊的石像也會有變化 喔 PV數 紀錄越多 累積階段就越多 這個系統 等於在鼓勵打架 你們打得越多 buff就越高 是在鼓勵一些 已經比較一灘死水的這個 伺服器喔 大家可以打起來 那我是覺得 這個狀況如果是 太一面倒的伺服器 基本上也沒什麼用 主要是還是有在打架的一些伺服器 可能會 更激起一些火花 那第二張則是這個 那第二張則是這個 符合指定的 buff階段呢 就可以使用新的地間 喔 你們打架打得越多 buff越高 buff到一個階段之後 還會開啟一個地間讓你們進去 會有更多的經驗跟 金幣的掉落 接著 工程戰嗎 使用果凍怪變身 變成人肉階梯 這個真的假的啦 我們可以變身成果凍怪 開始疊羅漢嗎 然後這個可以走上去 真的假的 勸NC不要 光說不練喔 真的要出喔 這個 有點有趣喔 外牆上面的位置 可以攻擊入口處 喔 就是我們可以攻佔城牆 去打 就對了 那工程跟原本的這個 大花草一樣嗎 破壞城門 再來要破壞塔 然後奪取王冠 喔 這個工程戰真的是 相當的攜帶 那接著這個是 新的紙片 喔有三隻耶 這個騎馬的太帥了吧 第二個 女的 第三個 看起來 像是法師 基本上應該是一個近戰 一個遠程 一個法師用 看起來是這樣 接著呢 還有這個 新的裝備 喔有紙裝耶 黑暗亡靈套裝 我看這個又是 刻起來了 這有辦法直接做掉落嗎 多了一堆紅裝 這裡有大概翻譯的名字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有黑虎系列的喔 再來有新的王 一共有五隻 對不對 唉唷還真的會掉紙裝耶 這一隻會掉紙裝 跟紅裝 其他紅裝 這裡也有紙裝 接著這個 新的地圖 對不對 巨人峽谷 會多了這些怪 會掉落的紅裝 再來 春天的庭園 也會掉這些 這邊就是 新的怪物 跟 新的地圖 的一些介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新的怪會掉 聖界跟香蕭了 再來有新的地下監獄 地下城喔 是不死系的怪物 唉唷 60等到70等的 剛才是幾等 50到54 55到59 唉唷 我們50等區間的 有新地方可以練喔 只是怪不知道會不會超強 再來還有雅丁城 等級比較低一點 再來就是 夢倒樂園了 這應該就是 新的地間 會掉落這個 紙飾品的製作材料 第二次改版 還有什麼 世系的大精靈 唉唷 出王的意思囉 是嗎 接著這個什麼 最終場 安塔瑞斯的頭 最後戰場 戰鬥拿寶箱獎 這個龍的頭也太大了吧 世界地間 安塔瑞斯的背 在背上戰鬥 蛤 世界王的意思喔 還有地龍巢穴 唉唷 再來是移民 同世界裡面 就是小移民的意思 那可以個人移民跟血蒙 整個移民 等級限制要50等以上 第一次開放移民 將會 免費嗎 這個如果你的血蒙 比較 沒有在交流的 可能 個人移民免費 是相當划算 可以去找朋友 或找網友一起 甚至找 直播主 那血蒙的話 大家就要 仔細思考一下喔 你們目前待的伺服器 是符合你們現在的效益的嗎 還有你要考慮到 會不會有 別的血蒙過來 跟你們做競爭 這個會造成這個伺服器的 局勢 會變得相當混亂 不管是物價 還有 戰況 會大洗牌 那我是覺得短時間內 這個應該是不會太快出啦 這個應該要做很多配套措施 接著 黑妖的專屬變身 是紫便是不是 太帥了吧 然後這是 黑虎爪 黑妖的紅武 跟紫武是不是 哇靠 那這邊寫說 繼承原作的 黑暗妖精 其實我沒有玩過黑妖 TN1我都沒有玩過這個黑妖喔 所以 不太知道黑妖到底是 真的有沒有那麼強 會有傷害征服 隱身的功能 還有死亡 迴避 那天堂W 真的會不會那麼還原黑妖的一些 技能呢 拭目以待了 那不過 這麼多的內容 我覺得 應該也是會慢慢出啦 所以我們只要著重在 這個雅丁地圖 雅丁的新王 這些 新的掉落物 下禮拜就會做更新 那其他的話呢 我是覺得大家 看看就好 有可能還會再做修改 而且 烙印勇士 到現在還沒出 所以我覺得這些資訊 先看看就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感謝大家的一些支持 鼓勵喔 那我一定會把紅變紅瓦給抽到 好不好 不會辜負大家的期待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